如果面前突然被人丢了一颗闪光弹 该怎么抵御 游戏里的护目镜没法拿到现实用 那转身背对或者用手遮挡 能避免被闪光吗 闪光弹的原理其实很简单 先来做个实验 用喷枪点燃一小块金属镁 可以看到镁块在被点燃后 发出了耀眼的白光 再尝试将镁粉撒在喷枪的火焰上 随着火焰的喷射 被点燃的镁粉就像烟花一样闪闪发光 可不要小瞧了这个火花 镁粉爆炸带来的闪光强度是非常高的 眼前这个漫天星光闪闪的画面 就是有美燃料的建筑在火灾中爆炸的场景 可以看到在爆炸发生后 视线里瞬间就只剩下刺眼的白光了 而这也就是闪光弹 能发出让人短暂失明刺眼强光的原因 当安全引信被拔出后 闪光弹内部的镁粉与硝酸胺就会被点燃 进而发生剧烈反应引发爆炸 通过发出强光和去响 使目标眩晕 从而短暂地失去行动力 与战争片里的手榴弹不同 闪光弹并不致命 可以看到 它的外壳表面设计了许多小孔 能有效缓解内部压力 还能让光线和声波更好地散射出来 据统计 35毫米的闪光弹 就能发出400万到600万坎德拉的强度 一坎德拉大约是一根蜡烛的光亮 所以这个光强相当于400多万根蜡烛 同时点燃的亮度 足以能让人的眼睛产生短暂性失明 看到这儿就会有人提出疑问 既然闪光弹发出的光这么刺眼 那用手挡住或者转过身去 不就能抵御它的攻击了吗 事情没有这么简单 要知道 闪光弹在发生爆炸时 不仅能闪光 它还附加了声波攻击 其内部的硝酸胺就是用来发出巨响的 说起硝酸胺 它爆炸的威力堪比小型战斗核弹 画面中就是2020年 黎巴嫩贝鲁特港口发生爆炸的场景 可以看到 爆炸所产生的冲击波 瞬间摧毁了周围的房屋 整个港口都被移为平地 而造成这一惨状的 正是2700多吨的硝酸胺 在这里 少量的硝酸胺杀伤力 并没有画面中那么恐怖 但仍可以产生约170分贝的巨像 这能使人发生严重耳鸣或短暂性失聪 甚至会直接晕厥 普通手榴弹拔出安全销后的延迟时间大约是4秒 但闪光弹只有一到两秒 人还没反应过来 闪光弹就爆炸了 而且就算转身速度极快 能护住眼睛 也躲不过高分贝的声波攻击 所以说现实不像游戏 买个道具或者转身就能躲避闪光弹 不过来 感谢观看